各位旗友 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十讲 今天这局展现了一个计中计 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 黑方进左 红方出狙 黑方也出狙 进狙过河压制 黑方上马 此时红方冲兵 黑方左马盘河 红方马拔进狙来应对 黑方狙一进一 快速起狠局将来能够出动子猎稍微快一点 接下来红方冲兵 意在打通中路 黑方进族回马采局 红方平居跟住马 黑方进族吃掉 我们继续延续前面视频内容的变化 红方进兵 此时黑方先吃为快 红方进兵吃掉族先手将军 黑方称是捕后中路 接下来退居吃马 此时黑方平居占据力道线 那么我们继续延续 红方兵武贫寺将军 他还有第三个走法 这里将军的话 黑方飞向 那么当然了 在评论区有旗友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 黑方为什么没有走贫炮呢 这里反来一手将军 岂不是很好 那如果说你这样走的话 红方称是 接下来他进兵威胁这个炮的话 将来兵逼近九弓 一路往下冲的话 能够破石破向 可以说对黑方来说 还是稍微有点危险 所以说他比较稳妥的就是在这里选择飞向 将来能够浸泡下底 结合前方的先锋小卒 小卒啊 实行一个反扑 那么现在走到这里之后 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兴起呢 既有马七进五 炮八瓶九 这两个变化 我们前面第八局 第九局已经介绍完毕 今天我们着重看他第三个变化 G19进一 快速起横距 他的目的也是能够G19瓶四 既能够火力集结 将来形成一个超级铁门栓 同时也有G19瓶二 来牵制住我们的无根巨炮 那么接下来 黑一方的走法也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仅此一招 G四进五 赶快把这个G走起来 既实行双向连结 将来也有进炮 前来压制对方的子力 那么现在红方的 他的普招的话 走法都是G19瓶四 可能大家会认为 为什么没有走G19瓶二呢 这里实际上走这个变化 也会还原成 后面相应的棋局 因为你这样走的话 黑一方平局抓马 那么接下来 你这个马也只能回到中路 回到底线的话 浸泡打掉了 我们今天按棋局 棋谱的走法 将来呀 依然是会还原成这个局面 那么首先我们看 比较凶猛的就是G19瓶四 将来一路往下冲 此时黑一方平局抓马 红方这个马也是没有好的地方 也是仅此啊 马去退伍 走到这里 接下来 红方这个炮还打着黑方这个组 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一招两用 这个组显然是要丢掉的 那既然丢掉的话 就要把这个组啊 牺牲到最大化 选择禁足吃鞠 这步棋的目的就是啊 减弱黑方的进攻 把他这个鞠掉开 使得双鞠不能同线 那么红方也只好选择吃掉 此时吃完之后 接下来 红方浸泡 这步棋的目的 品炮到中路 实行一炮正五子 同时 红方这个窩线马 也是黑方啊 想要利用的一个缺陷 接下来红方啊 必然会品居 潜质住 这里也是先前 为什么没有直接走G19瓶二 同样会发生这样一个演变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接下来 红方平均 目的 把这个G啊 先亮出来 将来摆开之后呢 依然能够品炮 那红方果断发现 这里有问题 选择上马 现在有八路炮 给他伸根 他是不用担心了 此时黑方品炮 瞄准底向 他的缺陷就是这个底向啊 有向无处飞 如果马再退回去的话 显然感觉不太妥当 红方选择退局 看守项 此时黑方 禁局先吃掉底向 这一步起啊 可以说是关键的招法 那么接下来 黑方在这里有几个走法 红方还得要注意了 看起来红方 目前来说很有攻势啊 居宾 包括双聚啊 非常的通透 但是黑方一旦退居 这里捉炮的话 首先他得逃八路炮 八路炮一逃的话 黑方完全可以进炮 打底向 然后把这个中炮拔掉 看起来他这个五路中炮 是有根的 像吃着 一旦像被破解掉的话 他的攻势啊 完全被瓦解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啊 还不得不注意这个炮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炮的缺陷 他能不能浸泡呢 如果说浸泡 那么黑方 炮期平二 接下来浸泡下底的话 势必有一定的危险 当然 他这里如果说能够 能不能平炮呢 那这个二路炮 又能够下底 所以说红方这个炮啊 在这里起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点 那如何进行呢 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 品质过来 简化局势 先化解后顾之忧 黑方裹弹 浸泡打掉 红方退居吃掉炮 吃完之后 黑方退居 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退居吃兵呢 其实这里也是设计到一个借桥过河 黑方意在贫炮打边边 目的啊 把这个七路炮甩到一路来 针对他底线 残缺事项的话 采取进攻 这也是黑方的一个突破点 然而走到这里啊 现在他的子力不好开展 居前进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功道 比如说你进去抓马的话 回马到底下呢 完全就不用担心 这个阵型呢 目前还比较顽固 然而 红方在这里采取进兵 意在破掉事项 黑方平炮打掉兵 红方平兵吃掉项 此时飞向吃掉兵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 目前这个局啊 如果说进局过来抓马的话 实际上也来不及了 因为这里进炮将军 进炮再退炮了 将来这个局杀出来 同时还是有一定的抽 那么在这里 他为什么采取一个弃马呢 这里实际上也是想把 黑方这个局啊 调离底线 然而黑方啊 在这里并不上当 接下来 红方采取的上马 形成一个双鞠马炮 全线出击 那么现在很明显 一旦红方再走到马四进六的话 一马踏三子 既采鞠又采马 同时又采着中下 那红方 是不是这个马 非常的有进攻优势呢 这时候 黑一方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进鞠捉马 你不是要抓吗 我顺便呢 送你一程 此时红方啊 照计划进行 采着鞠 采着马 采着象 感觉很不错啊 那么在这里 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 红方跳马的时候 黑方为什么没有 浸泡底线将军呢 实则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 黑方在这里 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为什么没有浸泡下底 也是因为单狙炮的话 形成一个仇的话 目前来说 他这个狙啊 还能够进行防守 你这里并没有什么攻势 启动这个骑入鞠的话 也是为将来进攻做准备 那么好了 接下来关键的招法 平鞠抓马 现在 红方会发现 无论马吃象 还是马吃马的话 都已经结束战斗了 那现在 硬着头皮吃一个吧 此时 红方 黑方浸泡 这里就是恰到好处 把握了关键时机 这里一浸泡将军的话 现在很明显 如果说称适的话 进居一将军 退适 品居 然后形成双聚错 杀法 当然在这里 齐局走法 选择了退居防守 那么好了 进居坎氏将军 只能率武进营 此时进居 绝杀无体 可以说 这一步跳马的话 看起来来势汹汹 反而被黑方反利用 快速出紫 行程到达前方阵营 然而 红方此时发现 中了一个小小的计谋 好了 汽油们 今天这一局的变化内容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